我讲主义主义的 3-3-4-3 代表人物是加谬 那么这个理论呢 它叫做 幸福的 幸存主义 它是一个生存论的变种 它自己不承认自己是生存论 它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 它实际上是生存论的变种 这个happy是它拟致的 这是fictional的 它的happy是fictional的 只有在小说里面 才会是happy的 只有在小说里面才会 才会觉得这才是happy的 这是加谬 加谬为什么会进到小说里面去呢 是因为 一战和二战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 这个家伙的 哲学体系 就是战后反思知分子 他是战后反思性的一个知识分子 普遍那种人道主义 后战后的人道主义 他不仅仅接受不了纳粹制造出来的那些痛苦 他也接受不了 Soviet Union制造出来的那些痛苦 他是一个调和 调和状态 调和状态 好吧 这个就是 这边就是even 这个就是k 这就是宗教大法官 这就是k 然后加谬是在这调和 调和就是那个西旭福斯 是这样拼的吗 反正不知道怎么拼的 不管了 西旭福斯 西旭福斯 这个调和者的形象就是西旭福斯 调和啊 他的反抗是调和性的 加谬那边的反抗 荒谬 本身都是一个 都是三啊 其实都是调和性的 调和性的 他是调和性的 调和性的 只不过这个东西在认识论上就会对应死啊 就会对应死 我们来看加谬的一个长预论的一个基本 加谬的小说你自己去看吧 什么鼠疫啊 什么 战役者啊 什么 你们自己去看呗 继续福斯啊 呃 在长预论上是三字头 因为我今天已经出了好几个视频了 我真不想废话 三字头 左边是理性 理性 就是那个主体化的主体化的理念等级制啊 理念 理念秩序 在这里 这个左边这东西是是比较蛇癖的 是加谬比较蠢的一点啊 他的幻想主体化的有一个 就是他的荒谬不来自于主体性本身 他的荒谬来自于主体的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张力 这是他哲学比较废的地方 所以他不是哲学家 和世界的敌意啊 和世界的敌意 就像萨特 萨特那边他人是地狱 萨特那边他人是地狱 然后自我是他人 自我原处是他人 这是萨特龙居三杠三杠一的一个原因啊 而加谬呢 他的哲学上这有点肤浅 你知道吗 他这个世界的敌意 你就是世界超出于这个理性存存在超出于理性 不叫就是加谬那边他也会有存在存在就实存啊 实存是调和的 那么实存是什么 实存就是荒谬 荒谬 实存就是就生存啊 生存生存本身是调和性的 调和性就是荒谬 就是世界充满敌意 我是一个异乡人 我是一个异乡人 我是一个就是姐啊 这个妈妈和妹妹都不认识他的那个 就是伪装者 妈妈和妹妹都不认识他叫误会吧 那个小说好像叫误会 就是加谬的一个小说叫误会 一个一个人回家 想要让自己的老妈妹妹还是什么的 就是让大大吃一惊的给他们带来惊喜的 竟然被他妈和他妹妹 当成是陌生人 然后把他枪害了 谋财害命杀掉了 后来发现是他儿子 完蛋 你怎么 世界的敌意啊 世界的敌意 就是我是你自己人 你竟然不接受我 但是又在世界当中存在 又确实生存了 又实存了 那这就是荒谬 荒谬最简单可以理解成这种 就是说主体代表符号学秩序 符号学秩序 符号性的符号性的精神性的秩序 精神性的这个秩序 这个秩序和他的本体论化的产物 和他的本体论 本体化的产物 这个精神秩序结成的一个现实的本体论 就世界的世界的秩序 世界的运行的那个模式生老病死 还有世界的本体化 就世界当中产生那些力量啊 什么就是火焰啊 风暴啊 灾难啊 他就他变成实实在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是对于主体有敌意的 它是封闭的 它是封闭的 加密尔还在幻想一种主体性一个尚未本体论化的 没有本体论化的一个精神秩序 它是开放的 是自由的 是美好的 美好的 他在 你说他是在怀念老欧洲呢 也有人说他是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吧 他在怀念古希腊 古希腊那种温和的 自由美好的一个精神秩序啊 但是这个东西就处在幻想当中 所以他是 所以我把的叫做fictional 他是fictional的 加密尔是处在这种幻想当中 他没有意识到 他所幻想的那个主体的那个理性的 自由平等美好的那种精神秩序 他并不是由于他什么本体论化了之后 然后才封闭起来把世界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让主体在这个世界当中生存的时候 他的生存模式 他的生活态势 生活方式就是荒谬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一开始就没有啥这个什么主体 只在主体内在的 只在精神内部的一个理性的美好的秩序 然后他本体论化就残缺了 变挫了自己封闭起来 不是的不存在这个过程啊 没有这个过程 因为理性秩序本身的铺设就是本体论化 他并不存在另外一个形而上学 未面的一个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实现就是本体论化 精神秩序的一个自我生成就已经是本体论化的 就就已经带有最低限度的 那个他本身要成其为一个精神性的秩序 只要它是个符号学秩序吧 符号学秩序 它一定里面有主人能值 然后你里面一定有断裂 一定有缺陷 否则没有不可能结成一个结构 不可能结成一个符号性的结构 不可能变成个symbolic structure 这个东西是因为讲有比较蛇啊比较蛇 他不是个结构主义者 比较笨的啊 比较笨的 原谅他原谅他原谅他 他就他自己都说了 我是个作家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 原谅你原谅你原谅你啊 好吧 所以他所幻想想象的那个荒谬的 但是又是一个荒谬在在加谬这边 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调和的一个姿态了 中性的一个调和 因为他的荒谬是普遍的荒谬 他的荒谬是普遍的荒谬 是一个均质的荒谬 均质的指在量上有大小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荒谬 均质的普遍荒谬 这是个理想性的 It's fictional You know It's fictional 他的荒谬其实代表一种就是 不温不火的可以使得主体 不危及不危及 主体的幸存 一方面不危及主体的幸存 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得主体 向意志性敞开 向意志性 向他者敞开 敞开 他就是预设了一个生存的 他这个是同 他的荒谬反而是一种同质化的 均质的一种生存 是一种安稳的安宁的生存 安稳的状态 他的荒谬实际上就是 他的荒谬就是如同西区福斯那样 每日复一日推石头的那种 过着就是那个小职员生活那些人 小职员 生活 他的荒谬本上就是小职员生活 每天重复 打卡上班 坐地铁三个小时什么这种东西 几个小时这种东西啊 就像西区福斯一样不停的循环 不停的重复 他是一种安稳的生存状态 但是这种安稳的生存状态 是 加密幻想出来的 那么后来是他被这个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的一些文化创作者 他就秉承了这种 他就生存疫形态 让所有人都体验的 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 这种日复一日这种乏味是可冷受的 他有个前提是可冷受的 他是他的不可冷受反而是他的 他一方面是不可冷受 但是这种不可冷受是可以被 本身是可以被反抗的 被主体所否定的就是否定的 就是加密那个著名的那个什么不 我的姿态就是不 他就是说他的就是他面对不可冷受的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重重复单调 他的这个步的姿态就自己限制自己了 使得反抗具有限度了 变成一个gentrified 变成一个gentrified 所以扎缪的哲学啊 或者他的生存论姿态啊 是一个gentrified的一个姿态 It's not revolutionary 他他不是revolutional的 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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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小职员生活的 但是明确是代表 他是希望恢复到这种循环当中去啊 循环当中去 但是在这循环当中去他要 在这循环当中他要始终保持一个不的一个姿态 一方面对于自己的那种我受不了了 说不 我啊 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他的想要让我绝望 想要让我让我 无论是在生理上suicide 还是在思想上suicide 他都不愿意 就是说啊 在加密尔园里 比如像海德格尔这种人 就是在加密尔园里 海德格尔这种人 黑格尔这种人 这种就具有跳跃性的 就是会有leap的信仰之音乐的 甚至ll这种人 在加密尔园里都是思想上suicide的 加密尔园说我 不会的 就是就是我做吸取福斯 我面对这个荒诞的荒诞的荒谬的这个这个现实 日复一日重复这个现实 痛苦的这个现实 啊我我不会让这个生活杀死我的 我不会让生活杀死我一方面 只是他能保住自己的这个 这个主体的幸存 不危及主体性 另外一方面 主体 不会避开他 也让主体不会避开他 让主体 其实让主体妈的合作 你知道吗 让主体承受这个苦 让主体去忍受 自愿忍受这个苦 自愿受得了这个苦 让主体反而让主体自愿承受这个苦 所以这种调和的姿态 在加密尔那边就是荒谬就是幸福 荒谬就是 他叫反抗 revolter吧 应该就是 不管了 反正是拿了词我不知道 荒谬即本身就是反抗 因为你只要存在就是反抗了 你只要存在 你只要感受到生活的荒谬性就已经是反抗 然后这个反抗就是生活 这生活 而这种生活在加密尔克兰就是幸福 所以加密尔的这种荒谬观 这种这种生活观 这种存在主义 这种生存论呢 这种生存观 生存啊 这个存在就是生存啊 主体性的存在 这种荒谬观 实际上它是是好 是像是好的 其实是像法国当局是 就是像法 法国那个市民阶级 所谓的那种小志愿生活 那种庸庸路度的那种生活是是好的 是是好的 明白了吧 这个姿态不是一个激进的姿态 它是个调和的 三字头调和的 这个东西就是幸福了 就是 这种加引号的 其实我可以 我我是要给他加引号的 这种反抗 这加密尔医生这种反抗 就是加密尔医生的幸福 他认为家是因为 他认为主体在这方面实现了他的某种天命吧 或者说他觉得主体在这里 这里面一方面对于自己说不 另外一方面对于世界说不 一方面对于世界说不 另外一方面对于自己说不 自己的那种过度的 过度的那种那种 叫极化 过度的极化 对于自己内心的那个理想的过度的极化 这个理想会过度的极端化变成不择手段吗 要对他说不 对他说不 另外一方面对世界所呈现的荒谬对他说不 他就是有一个否定的二重化 否定的二重化 在这里 他一个同一个不 否定性的二重化 你知道吗 有两种二重化 一个是面对世界的那种荒谬 他说不 还有个面对我自己心中的丑陋的恶魔般的 那种不择手段的无底线的那个那种那种想要彻底沦落 墮落到深渊的说不 然后这两个不在在加谬看来就是去协调去均衡去均衡这两种均衡这两种否定就是他的就是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所以在加谬那边吸取福斯是幸福的还有在加谬那边日复一日重复一种单调生活的小职员普通人是幸福的 you are happy 因为你也是幸存的你从这种从这两者之间这两者就被看成叫神仙打架你知道吗神仙打架 因为自我这边在加谬他就是个理想化的一个维度就是精神的一个维度精神和世界的神仙打架之间主体幸存了主体幸存了 懂了吧 常遇论上讲过了所以我们要讲他的本体论 本体论其实我已经给你有讲过了啊我已经给你讲过了就是 左边是一个封闭的实体封闭的实体性啊哎 封闭的实体然后是单一性单一性就是无可更改性就是世界了代表世界了世界所代表的一种啊这个单一的他是一个他就是那种五段的五段的那种总体性总体性 闭合的总体性单一实体 他没什么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右边是一个附属性啊右边则是一个附属性 右边则是附属性这种附属性有两个意思一是主体要无限冷寿无限次的冷寿冷寿附属性就是其实就时间了时间 另外一方面是附属性意味着荒谬的个体有很多荒谬的感到感到感受到荒谬和绝望的绝望的的个体啊有很多 然后这些个体是可以联合起来的就是这种附属性这两个附属性结合到一块就是你懂的就是灾难有两种在 你看在这种经历过战争创伤为什么我这里附属性也给他二分呢因为这里就是说他是两种灾难 左边灾难是战争太久了战争混乱无序持续的太久了太久了一直在重复没有希望无希望 无希望无希望没有希望的另外另外一个灾难是战争死的人太多了死死者太多了痛苦太多了你知道吗 啊痛苦太多了 但终将会赢嘛 这这个鼠意你知道吗 就是鼠意那本书里面这个鼠意啊 鼠意本身就代表就是绝望荒谬绝望 就是就是德里达他在讲什么感染性啊 就是传染啊这些术语的时候 他都是其实都是在就是加密的传统里面啊加密的传统里面 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你知道这是好东西这是好东西这反而使得使得而且这也是好东西这边是代表希望的其实这边嘴巴上说啊嘴巴上加密欧说这个代表无希望就代表你不要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对未来有希望不要对未来抱不切实际的希望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你指望未来透支未来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这是背叛啊这是背叛在加密欧看来你如果对未来抱有希望 希望这是背叛因为这是什么这不是就是叫做哲学上的哲学上的这种也就是一种跳跃了哲学上的suicide 啊suicide哲学上的suicide我家没有看来是哲学上的suicide这不可取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列宁啊啊就是个海德格尔这些人啊他们都会有精神上的跳跃就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本身会回应他一个积极的回应啊就是说 就是在那个就是所以加密欧的本体论不是一个无根的本体论他是没有未来他是个无叶的本体论无没有花和叶的本体论无花叶的本体论 这边是根嘛这个这个是根这是一种就是存在的力量就是单一性总体性封闭实体性而这个东西呢则是他的一个就就就中介性了说穿的就中介性主体中介性中介性里面就是无限的循环的然后就是就是有无数个主体在里面受苦的啊但是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拯救的希望拯救的希望 这种拯救的希望就是本体论上就是我们所我们说的就是否定的二重化否定的二重性看到了没有左边是一封闭实体一这边是多复数性协调是靠二重性来协调的二重性那这里已经包含有二重性了这二重性本身就已经是就是二重性本身就因为已经被他中介了呀 二重性本身就已经一方面时间本身无限循环另外一方面又有无数个又有无数个主体有有无数的时间无数的折磨无数次啊另外一方面又有无数的主体又有无数主体这两个这两个多重性啊这两个这两个多重性之间天然的就二重化了二重化了这种二重化最后也一重化一重化到那个否定的姿态否定 本身这个姿态里面就是就是加妙所说的他他说的他的那种反抗由由多到二到一又回来了啊在本体论上是由他来调和的由他的调和 有否定二重性否定二重性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我刚已经给你讲过了这个结构有点精妙稍微有点精妙所以说呃我愿意讲加妙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结构稍有精妙就是说在这里面时间上的这种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日日复一日然后主体上的就是人 同此心 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都影响某种荒谬啊都影响某种绝望 都影响某种绝望 日复一日就无限时间上无限就是这意味着就是说主体 就是意味着就是世界啊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绝对的封闭实体实体要终结自己 实体要终结自己 是无限的要依靠依靠于主体的 实体是绝对依赖于主体的 你知道吗绝对依赖于主体 否则他不需要一个主体不停的来终结他自己主体 日复一日的来体验实体的内在僵局吗对不对所以他会 日复一日一年过了一年 那种那种感觉日复一日啊 实体 就是每天都会让你循环是因为他卡住了是因为实体本身实体本身卡住了 卡住了 然后有求于主体 有求于主体 在这里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西去福斯推大石头 为什么他要不停的推不停的推不停的推 因为 大石头所代表的那个神的世界出问题的 他有求于西去福斯 就他需要 让西去福斯来献祭他痛苦或者什么就反正就 由他的体验来终结某个矛盾 来调和某个矛盾 所以他会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 另外一方面 人同此心意味着实体这样 他 意味着实体 实体本身的矛盾 别卡住别卡住 意味着 就是 人同此心意味着实体 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人同此心这个此心就是此心就是荒诞啊 此心 就是荒诞 荒谬 就是这个心不知道是啥 不知道是啥 一个大大的问号不确定性 他表明实体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明白吗 所以他主体化成那么多种样子 每一个主体都感觉自己很荒谬 面对的是个荒谬的现实 每一种主体 每一瞬间主体都感到自己很荒谬 每一情境下的主体 都能感到这种荒谬 荒谬的这种 这种跨主体性 跨主体性 在在不同主体体验都是跨主体性 都体验到荒谬意味着实体自己不知道答案 没有他没能成功的 他没能办法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成功的主体 可以去协调他自己内在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一种团结 其实就有一种团结 就是我说的 这种情况就有了人 人群 不仅是神 而且是人群 他要与世界本身团结 与世界团结起来 与世界本身团结起来 与那个 时间代表时间的那个本体 本体论世界 本体论世界 那个绝对的那个维度 那个绝对封闭的要和他团结起来 因为意识到他有问题 而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个变成维吾主体 就是我们知道他不是绝对封闭的 他不是封闭的 他的不封闭性就体现在他会爆裂 裂出那么多个主体去尝试着去缓解他的问题 他也会他的不封闭性 也意味着他自己陷于一个痛苦的一个循环 他自己就陷在一个痛苦的循环 而这个痛苦的循环迫使他超出他自己 迫使他主体化 借由一个主体 借由一个独立的精神 另外一个独立的精神 借由一个独立的精神来终结他 来帮他 借由个他者 他相对于他自己 那我们主体肯定是相对于实体 相对于世界就是他者 由这么一个他者 陌生者过来救治他 所以在这意义上讲 他影响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团结 人与世界或者与实体 与本体论的位面与时间 永恒的时间的一种团结 而不是一味的去归咎之责啊 所以所以在 之前说要前面就说要在讲认识之前说 所以在加密尤那边啊 加密尤那边 反抗是是 是很很保守性的 因为在加密尤那边他的反抗还 因为他的关键在加密尤那里 他的那个 不 不的这个二重性 不的这个二重性 所以他使得他的反抗不能够成为是一个创造性的 他的反抗不具有创造性 加密尤那边他的反抗不具有创造性 他的反抗不能够是 不能够限于一种无知的状态 他的反抗一定得是理性的 绝对理性的 不能无知 得是绝对理性的 然后是那个反思性的 自反 自反性的 就是要自己给自己设立限度 他不仅仅要对于世界的荒谬说不 但是这个不只是这个荒谬不让我绝望 而不是不让我痛苦痛苦我要吃 痛苦我要痛苦 荒谬就是痛苦我要痛苦 但是我不会绝望 但是我不会就是变成彻底的那种非理性 所以我我们不要以为家妙的荒荒谬就是一种很肤浅的非理性主义 恰恰不是的 他的荒谬意味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理性 你这个最低限度的理性就是吃下痛苦 隔绝那种无所不为的那种邪恶 无所不为的那种灾难邪恶 就像那个正义者那小说里面 他要去炸弹去炸伯爵 看见路上有小孩有女人他就不炸了 他不能无止 无底线 另外一方面 这个不他还得是自反性的 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加以限制 对自己加以限制 对自己加以限制 他既不让这个二重性导致他的绝望 也不让自己内心的一个想要为世界设立理性秩序的那个欲望过渡 不让这种理性的欲望过渡啊 理性化的欲望过渡 设立秩序的那个使得世界世界合理化 rationalized的那个 rationalization rationalized rationalized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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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过渡 啊这种布是一种比较纯的就是这就是荒谬 这个布才是真正的荒谬 真正荒谬这种是二重化的这种否定姿态啊 二重化的否定 但是恰恰因为这否定姿态二重化他不能坚持到底 所以他主体一直是一个 有就是知的状态 主体一直是一个知道自己的一个状态 所以加谬的精神精神来源是那个 洛斯帝或者努斯崇拜和这个 努斯崇拜苏格拉底式的多神的 希腊多神的那种那种精神 希腊多神的那种精神 他他的 就是你要得知道你自己得认识你自己得认识你自己 他的荒谬他的反抗是得认识你自己的 就是 痛苦冷受这种痛苦还得认识 就是小职员式的小职员式的那种自省啊 小职员是自省但也有自怜 最后要走向自尊啊 自尊就是我已经是幸福的 我是幸福的 我实现了我我我我我冷受了这张力 我吃下了这张力 我协调这张力啊 所以他代表战后的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一种心智 安稳的秩序 不说心智序啊 战后的知识分子 法国知识分子 渴望了一个安稳的秩序 他的精神是希腊式的啊 加谬的主导精神是希腊式的 而不是那个christianity啊 不是christianity 所以卡夫卡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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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多斯基应该是不会喜欢加谬的 不会喜欢加谬的这家伙太乱了 但是我说了他这里面有精妙处 我刚已经讲过了有精妙之处 这个精妙之处 为什么他没有最后笨的呢 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又主体化了 又必须维持着一个就是 自自知的一种状态 他不信任吗 不想跳跃吗 他不相信是 他他也就是说他归根结底 他是不愿意和世界和解的你知道吗 他不不和世界和解的 他不和世界和解 你说他不面对那个去符号化的 去符号化的那个实体本身 他不和实体和解 他不和实体和解 他没有和解这一说他的反抗 由于没有和实体和解就是没有像实体性的超越性敞开 就是他的主体的姿态少一个姿态 主体少了一个姿态就是他强调主体要主体间的 要就是主体间就是不同主体之间要联合 要联合 然后对于他自己要限制他自己要限制他自己 不能让自己掉入那个理性的深渊也不能让自己掉入那个非理性的绝望的深渊 主体在这样的辩证法里面自己搞自己 但是主体没有一个敞开的姿态 像什么敞开 像绝对者敞开 像实体敞开 像未来敞开 加缅的反抗 归根起反抗就是反抗未来 他不要任何未来 就是他的否定性 看上去是一个双重否定 实际上这双重否定都是肯定吗 说出来都是肯定 他并没有 他肯定自己的自我限制吗 你说他在否定自己 他自己加以自我限制 他肯定自己 他你说他在反抗那个世界 说不让世界的痛苦把自己击倒 不让世界让自己绝望 他自在肯定啊 把他把这些痛苦给吃下去吗 以一种主体化的方式 把他中介了 把他吃下去 吃下去 把他调和了 把他吃下去了 把这种痛苦吃下去了 内在化了 了解吗 反而在能够承受这个痛苦 他不是肯定性的姿态 所以他的双重否定 实际上是一种肯定 他的双重否定 本质上是一种肯定 然后他的 那他真正的否定性在那里 加缅真正的否定性 是反抗未来 这个未来就指着 就是他不给希望 他不提供希望 他不给那个封闭了的世界 超出自己的希望 封闭的那个世界 他不认为封闭了的世界 有自我超出的这种 未来 真正的差异 到来的那种希望 他拒绝这种希望 他始终拒绝这种希望 所以在这一 加缅的否定性啊 维根结底是这种否定性啊 拒绝未来 不要未来的一种否定性 就是我就在就有 就有规则下 规则下 安心的玩 安心的玩就是了 他他不想就是 他就认为这个capitalism 就认为这个 这种秩序可以 战争 为什么会有战争 一次二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是因为人们不懂得来反抗 人们滑入了深渊 人们不懂得去调和 不懂得用否定精神的二重化去调和 所以人们滑向了深渊 在加缅眼里 就认为 恩和 恩和 苏贝尔特是一回事 加缅是这种人 你知道吗 他没有意识到 就有规则 玩不下去了 行不通了 所以加缅是一个活在20世纪的维也纳 19世纪维也纳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加缅的哲学精神 文学文学精神 加缅的文学精神是这种状态 我再强调一遍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 了解吗 如果他真的是个 他的荒谬 有真的是个敞开性向未来 他很明确的 没有明天 很明确的 很明确 不要相信明天 没有明天 这就是幸福的 幸福的 是不 是不需要 坠坠不安的 不需要 坠坠不安的 所以加缅这个人啊 他是 就是代表 就宗教大法官嘴巴里面那些羔羊这种人 他是真的信的 宗教大法官里面那些羔羊那些人 宗教大法官自己不信的 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一个谎言 但是宗教大法官 他的那个后面那些那些他的那个羔羊被他养得很安稳的羔羊那种状态 然后在 呃 目的论上其实就是均衡啊 均衡 均衡 维持那两种否定之间的一个均衡 为要维持这个均衡 其实永远可以维持的 白嫖了 我再强调 啊 就是你把未来 就是把本体论上的自我超越性 世界结构的自我更新 这种自我更新是需要主体性来敞开的 是需要主体性敞开了之后 然后创伤性的痛苦的接受他接纳他的 你有意思吗 但是在加密里面就是均衡啊 就是均衡 你不要想 就是当然就是说不对他保有希望 某种意义上也是某种姿态了 他没有我说的 就是他 他是有反思的 他自己 他是始终保持了反思的 他不是真的像那些羔羊那样 无脑的去处在那种状态 幸福的状态 不是的 他这个幸福的状态是通过激烈的反思才抵达的 激烈的反思 就是努力的抗争 激烈的反思才抵达的 最后是快乐幸存下来 幸福的状态幸存下来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伯爵夫人说 你只要向我忏悔 我就原谅你就饶你一命 我就不忏悔 他就做着抉择的 痛苦的抉择 那么这个痛苦的抉择 使得他最后获得了幸福 作为一个幸福者的姿态幸存下来 但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他的死亡 就是死掉 这种幸福的幸存者 幸存主义 他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持有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信仰这个哲学的人 他最终都会选那个最差的 因为他会拒绝一切 给提供给他的答案 因为在他看来 这些答案都是堕落 都是要么就是 在限于世俗的那种封闭的那种 那种法则当中 封闭的法则当中 要么就是限于他自己过于理想化的 过于崇高的那个东西 他始终维持着一个步 两者之间的一个步 也是一个双重化的一个步 也是一个对未来的希望的否定的一个步 就是说 这个对于未来的否定 反抗未来 其实也等于就是 勇敢的 勇敢的面对 过于勇敢的 我可以说 过于勇敢的面对死亡 所以加倍的哲学就是练习死亡 练习suicide 就是面对这种练习suicide 精神上练习suicide 那他过于勇敢 过于勇敢 所以走向怯懦 所以他 他敢承受吃下这个苦 吃下这个 面对着这个死亡的不确定性的那种痛苦 他能把他吃下去 他也同时能够让自己不疯 双重否定 他可以把苦吃下去 苦不能把他逼向绝望 或者逼向胆怯 这个面对死亡的这个痛苦 不能把他逼向胆怯 但是他也不会让自己的理性 过于疯狂 疯狂到否定死亡 疯狂到相信 相信永生 了解吗 既不会让你胆怯 也不会让你疯狂到相信永生 相信绝对者 相信跳跃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哲学 确实是拼了命的在练习练习 维持住生和死之间的界限 临界状态 那种状态 他是有反思性的 有反思性 但是他过于 这个东西过勇敢 或者过于理性 他的机制有点鸡贼 你知道吗 他这个勇敢是白嫖的勇敢 他的勇敢是 你知道他的勇敢是什么 他的勇敢就是 他的勇敢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吃的就这个痛苦 死就是这个痛苦 就是我要冷受的绝望 冷受的这种痛苦 他的勇敢就在于 不给别人机会 你知道吗 不给他者机会 他的勇敢就在于 他不信任 不敢信任 他不敢信任世界 你知道吗 他的勇敢就在于 他不敢去相信世界 他不敢相信世界 不敢相信实体 不敢相信 就是非主体化的那个位面 他不敢相信那种 当然实体当中 主体化的就是他自己 他不敢相信实体当中 非主体化的那一面 为主体化那一面 为符号化的那一面 那一面 也就是说他不敢相信未来 就这么简单 他不敢相信未来 不相信有个运动 不相信时间本身是一个运动 他会是世界的结构的更新 或者就是就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新生 他不相信 他不敢相信 他不敢相信 你知道吗 他不敢相信 他他敢处在 处在一个就是均衡之中 性性或不性的一个均衡之中 他能够处在一个性 半信半疑的一个均衡之中 就是美国人到底要不要救法国吗 你懂了吗 美国被干的干死的 他不敢不敢相信 到底有没有诺败底登陆 他始终处在一个半信半疑 你干脆是战后创伤 应激障碍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 这个创伤性应激障碍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一个哲学立场 太惨了兄弟 二战能能活过来的知识分子 都或多或少 有些病理化的 没办法的 他处在一个半信半疑的一个均衡状态 他认为这是幸福的 苦中也有乐 幸福的 他一直处在那种半信 美国人到底要不要过来救我 我到底能不能就是公开活动 或者是能够有和平的 半信半疑 这半信半疑太久了 他已经爱乐化了 就让他爽了 他就是把这个东西 就是说成是幸福了 他就是自虐久了 有点处在这种 也不叫自虐 他是被被纳粹害的 他就处在这种痛苦状态太久了 以至于 whatever 那么这是他背后的一个原因 我说的就是在自信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给他者机会 这个他者指的并不是说 在当下我是我别人是别人 那个意义上他者 这不是这个他者指的是超出防御系统 超出时间性的把握的 可以降临在时间当中 从时间之外降临到时间当中 这个未来 这个未来不是指的 加缪说的未来 以及我说的未来 这个未来不是指的说 我明天太阳要不要继续升起 那个明天 那个意义上未来 这个未来不是的 这个未来指的是to come 它是种存在样态 它是种不存在 不存在的一种样态 最低限度的一个样态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本体论结构 整个世界的本体论结构 有没有更新的可能性 就吸取扶持推石头 有没有一种力量 可以让他不推的 有没有一种 但是这个力量不是神明的授意 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某个力量 而是在世界之外的 这整个本体论之外的一个力量 一个不能够知的一个力量 尚未知的一个力量 不是不可知 不是不可知 而是所有 这个就在于 可能他就是认为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如果存在的话 它一定是不可知的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加谬在这里 就是你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力量 这种未来力量是不可知 不是的 这种力量是使得知 恰恰是使得知发生的 使得认识过程得以发生的 因为认识过程是一个从 从不认识到认识的一个过程 从认识过程恰恰是因为 有那么一个未来的这么一个机制 有这么一个自己超出自己 自我更新的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所有的认识 所有的认识过程 从一个不认识 只有一个懵懂的一个概念 只有一个懵懂的概念 只有一个空的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 空的概念被现实所充实 这个现实能够充实概念 现实能够去为概念设立界限 这种力量 就是这种本体论更新的力量 你看一个现实 一个形而下的现实 一个现实 现实本应当是被秩序 所规定了的将死的东西 对不对 它竟然能够丰富我的认识 竟然能够约束我的概念 竟然能够使我的概念 变成个具体的概念 变成个具体的认识 在这里意味着 这个世界本身 就在不停的更新它自己 并且不停的在充实它自己 不停的重新充实它自己 所以这不是什么不可知的力量 这就是知本身的力量 认识本身的力量 这就是事物世界 真实的世界 把自己给显现为 可理解的 有意义的那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未来 这个力量就是未来 未来就是当下化的力量 未来就是可认识性本身 事物的可认识性 事物那种从未知走向可知 然后变成已知的这个驱动力 就是未来 这个未来反而是无条件的 这个未来反而是主体本身 主体性本身就代表未来 主体性本身所处的那种未知状态 然后主体性本身所具有那种可以理解世界的能力 主体性本身可以达到一种领会来的已知状态 你的生存 你的生存本身就是未来 人类的生存本就是未来 而不是什么荒谬 不是什么介于一个矛盾之间的一个双重化的否定 加谬在这里挫就挫在这里 他无知 他自以为自己知道 但是他恰恰并不对于认识本身具有本真的理解 他误解了认识 他误解了就把未来误解成一个未知的一个不可信任的 不可认识不可把握不可思的一种思想上的自杀 他把未来看成这种东西 恰恰相反 未来恰恰不是思想上的自杀 未来是思想上的新生 也就是思想意识 认识活动的生存本身 生成过程本身 发生机制本身 就是你的主体性本身 你就是未来 人便是未来 你的生命的每一刻 就是未来在实现他自己 在充实他自己 充实 就是加谬如果说他是个观念论者 他如果加谬 我们把它看成观念论者的话 他是一个康德主义的观念论者 然后他不懂得后面的观念论者 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充实 他不知道充实这概念 他不知道充实概念 可能是这样拼的吧 我不知道怎么拼的 就是他不他不懂这个概念 充实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充实我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这么一个 主体就是作为未来 作为可认识 作为世界本 本不可知 本无知 然后发展到过度到可知 可知已知的 具体可知 有内容的那种 那个过程 充实的这个过程 主体就是未来 主体就是世界的自我充实 了解吗 you want to stand 所以加谬啊 他是 他当然我们要说他目的论 他目的论上 加谬的目的论上这种是 就是均衡啊 就是目的论上这种均衡 确实协调了 协调了卡夫卡的那个逃避 逃避 和这个朵兹朵耶夫斯基的那个循环 他协调这两者 协调这两者 怎么协调这两者 他使得生存变成一种 等于逃避 逃避极端啊 等于逃避极端 永恒的 就是循环着逃避极端 循环着 日复一日的逃避极端 这个极端是不确定的呀 所以极端是不确定的 是荒谬的 荒谬的 是某种就是 有点很小限度的开放的 所以我们生存只要去逃避极端就行了 我们避免极端 不要走极端 不要走极端 但是我面对着荒谬 但是我拒绝这种荒谬 我和他保持距离 我不陷入过度的荒谬吗 不陷入那种 就是要去炸一个伯爵 然后就把不去把 就是不去那种就是心狠手辣 就是无所不为吧 就是逃避极端 循环的不停的逃避极端 然后由于这个极端 每次都是可以说是某种新的极端 所以这个生存 俨然也具了某种新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我要说的 他我们之前讲的已经说 他的姿态实际上是保守的 他的姿态实际上是保守的 他确实这个均衡在目的论上 确实协调了这两种运动 那实时求是讲 他是成功做到这一点 成功做到这一点 逃避极端 逃避这个 逃避这种循环 就是朵斯托尔夫斯基里面的 一化为多 多又化为一的那种 那种就是男权共同体 男权共同体 理想的男权共同体 就是那个朵斯托尔夫斯基里面的 所设想的 通过主动的爱 主动的爱 然后宽恕啊包容 结成那个男权共同体 他也避免过度的逃避 就是卡夫卡式的那种过过分的逃避 就是不要去进行自毁式的那种活动 过分逃避 就是不去自毁 不去放弃 放弃那个 不去放 不去放弃这个生存啊 不去放弃生存 不去放弃面对荒谬 要去敢于去面对荒谬 面对荒谬 但是他付出代价就是放弃希望 他付出这种代价 这种生存就是 无希望 无希望 然后 无信任 他不信任事物可以超于极端 他不信任事物 也就是说在加密欧一种人看来 就是极化 极化是无解的 极化 要么过度理性化 要么过度非理性化 要么过度封闭 要么过度残酷 主体根本受不了痛苦 就是主体受不了 就会就会自己消灭自己 或者就发疯 就这两极 在加密欧看来是无解的 但恰恰它是有解的 加密欧以为解法 就是处在这两极之中 保持一个均衡 用否定性保持均衡 用那种否定的二重化 否定姿态的一个二重化 二重化 来保持一个均衡 均衡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这个均衡的均质空间 本身不存在 这个均质空间 是布尔乔亚幻想的 这是布尔乔亚幻想的 布尔乔亚幻想 应该是小的 幻想的一个就是知识 自知 自省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上讲 我可以这样说 加密欧是存在论 生存论文学家当中 最憋角的哲学家 他竟然相信有这种东西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本身的荒谬性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问题就没有意识到 就是理性的自知性 理智的 自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那种可能性 才是真正的奇迹 这个奇迹不是一个主体性的奇迹 理智的自我认识的可能性 就是反思的可能性 以及他当然就是反思的可能性 是一个奇迹 可能是认为就是说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理智可以认识这个世界 它也是一个奇迹 你了解吗 就是可能在加密欧里面 他给予反思更高的优先性了 他可能就认为 理智的自我认识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力量 他认为这是个伟大的力量 他却没有意识到 理智去认识世界 世界经由理智 就是来把握自己的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 可符号化的性质 可理解性 可秩序化的 秩序化的 那个性质 可序化 可序化的那个性质 这也是个奇迹 也是个奇迹 所以在加密欧里面 哲学本身是 就是在加密欧里面 哲学本身不是一种 就是 哲学本身不是用来设立 这个具体化 外在化的一个秩序的 他不探讨本体论的 他认为哲学就等于 这个艺术 等于生活 然后等于反抗 等于就是双重否定 就那个双重否定 然后归根基底这些东西 等于一种小职员式的幸福 小职员式的幸福 什么周末去可以去吃个什么 什么大餐那种 或者带小孩一家三口 什么去哪里玩玩 小职员式的幸福 有了 看看加密欧 其实停在高级鸡汤 啊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